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节目第二节我们继续谈谈维多利亚赛马会短途经典的其他参战马 因为天狗就知道很大机会了 其他对手你们说一人刚才都说那一只 缓冲之计 实而不华 不止这两只那么少吧 还有没有 都可以再提一下反叛单驱 其实反叛单驱我觉得他今季服出之后 他的表现是越来越好 上一次在考菲尔德赢了1400米的罗帕奇勒着士錦标 这一项赛事是他暂时赢的第一场一级赛 那片段稍后大家都会看 他那场其实都很后追上来 其实小冬云他在前面 就拿了前面的好处 但是最后他都可以挑战到小冬云他 赢了这一场赛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反叛单驱 他是在进步的马 加上我觉得他的跑法挺适合废明顿 都是一些后上爆发型的马匹 所以反叛单驱我挺看好的 阿佳呢 其实这场的马都对过战看过 这些是神秘一点的 血脈相连 你不知马 这只真的是神秘的 但是这马其实 中文名也没有 今年在南澳 今年在南澳的时候 赢过两场一级赛 赢过两场一级赛 赢过那两级赛 其实赢过鱼子精华也赢过 水准也不是太弱 但是今年他已经赢了一场二级赛 上一次什么重磅输了 但是其实这马 跑了废明也很厉害 跑了四次 两个第一 两个第三 还要两次赢 都是1200米 跟这次是一样的 如果这马其实都可以靠 后上又可以 放前才都可以 挺有弹性的马 最怕是这些 他放得前些 可以一条直路在尾里 上来的马 而且他的废明顿 是有了资争支持的 这些马其实都不可以太过调义轻心 不过不要紧 多神秘也好 见过的也好 我们准备了片段 给大家重温一次 先看看小岛银滩 刚刚在这个维多利亚 打比赛马看完他 这场真是多精彩 这场真是 小岛银滩 外面有一只昌盛帆平上来 金帽红衣那只 其实看小岛银滩 这里挺劣势的 重重围困 旁边又有马 左又要招呼 结果在中档 会回气 冲上来 千二米直路 你有这一下就好了 那他成功为免了 这场赛事 一、二名 都是跟去年一样的 昌盛帆平也是跑第二的 这场都是刚刚看过的 古摩、玉玛 长錦标赛 我觉得真的 豪华虎帝 在镜头是红箭嘴的 你看看前面那只叫什么 摘星勇旗 摘星勇旗 你看到过中点两只马 距离多远 而且这次跑得很轻磅 因为是让磅 你别以为摘星勇旗 你怪他看前面看不到 你看他后面追上来 他最后的几步 都挺洶涌的 细势很好 你别看他年纪轻轻 三岁痴马 让磅 这些 这一场实义不华 这一场就是 休息了一年 復出又拍二级赛 紫里士錦标 岳里华其 这场是中间红箭嘴 咦 这么熟 对着前面那些马 外面是柏哥山 柏哥山 柏哥山见过来 当是什么海洋暖流 柏哥山最近都见过 但是这场马 值得赞赏 就是口这么久出 都赢得到 而且真的是硬吃你柏哥山 好 看看正月麥商年 一个二錦标 10月5号的时候 费明顿千叶位 这场是二级赛 他就是 又是对这些厉害 同场同情 又是张盛范永 这场就是跟在前面交车位置 前面走的 你见到他也挺硬的 一路骑 其实隔壁左右的马 拼胜还折 内档那部分 中间那部分武步飞扬 都习惯在前面走回来 好了 反半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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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是挺精彩的 是 小都人摊就是 黄色战咀那一部分 他也省了内磅 小都人摊 是 就赚了摆在前面的优势 但是你看看 这一只反半单区 最后的几步 都很厉害 留意中间 黑三那一部分 索赞离身 跟着这场赛事 赢得到 成功蝉乱 好了 荣月肩章 这场 早点的4月13号 早点是鱼子精华 报变战 报变战 封刀战 他没有威胁到鱼子精华 但是留意 他在内档追上来 这匹马 始终跑到1200多 防战了一个神速宝区 之前在新加坡 对过天狗 输过被天狗 跑过第二 外面有一批海拼亭 结果 荣月肩将第二名 脱后面 好了 看看突快班车 在新市场洋赛 更早的时候 3月9日 他对过变格时机 这场是让赛 变格时机 都重了十多磅 十多磅 差很远 很认得他这件车衣 突快班车 突快班车 就刚刚押过变格时机 就赢了 之后去英国 好像不太好 对了 他一直都没有赢 刚才看过很多不同的马 其实我也同意 除了天狗 因为天狗也要挑战 费明俊赛道的性能之外 其他的对手 好像都是 你赢我 我赢你 谁执行好形势 就谁赢好 军事的